是馬克宏真的是捅到馬蜂窩了 為什麼呢 這是為了錢 到底是 真的是想要錢 還是說想要把整個國內的一個 頹市板給拉上來 但現在全法國人 對馬克宏氣呼呼的 都在等馬克宏回來 想不到馬克宏 離開了中國大陸之後 沒有先回家 他在做所謂的國事訪問 那目前馬克宏 國內處理不好 一直往國外跑 對不對 在海牙 人家直接洗臉 他還在演講演講到一半 這些抗議的人 直接把整個簾子放下來 他們說什麼呢 他們說馬克宏啊 你是一個暴力跟偽善的總統 直接寫在旁邊 結果旁邊的人居然鼓掌 居然鼓掌這第一個 然後現在法國人 怎麼評論馬克宏呢 他說馬克宏先生 你的第一任 你是有錢人的總統 你現在是第二任 我們剛好跟各位 我們一直有跟各位談 馬克宏為什麼這麼敢停的走險 就是他們有連任壓力 你的第二任是一個一團糟的總統 直接現在法國人這樣評他 好 馬克宏談完之後 我們現在來談習近平 習近平這次很特別 為什麼呢 習近平其實很少離開北京跟天津地區 這次馬克宏先下去 然後習近平隨後坐飛機 去跟馬克宏會合 會合完之後呢 習近平招待完馬克宏之後呢 抵達了廣東戰江 到了廣東戰江之後呢 他先去看養蝦場 然後後面又看了石斑魚的場 又看了金蒼魚的養殖場 看完之後呢 很多的港媒就在拆 這些看完之後 後面會有秘密行程 秘密行程 因為戰江目前是南海艦隊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塊 所以會不會秘密的去看解放軍 這個目前都要來看 但最近中國又露臉了 為什麼呢 先講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其實這個叫泰國 泰國嚴格來說不是民主國家 所以不管是美國 很多正常的國家 不願意賣軍武給他 因為泰國這個國家呢 包括了皇室 包括了軍武 有很多的愛恨情仇 但最近呢 泰國呢 他們居然跟中國 買了四臺的洞拐腰 一T 這個就是洞拐腰 是一種兩棲登陸件 其實呢 這個對臺灣的影響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泰國呢 這次買了四臺 一口氣買四臺 第一臺叫向導號 對不對 那之前呢 他們就說 我們泰國現在是很強的 但講句實在話 全世界只有哪些國家 會跟中國買軍武 極權的 不民主的 各位仔細去看喔 都是那些奇怪的一些 都是一些奇怪的一個 東南亞的國家等等 在在買喔 但重點是呢 最近呢 對整個習近平來說 中國的學生又要倒霉了 發生什麼事呢 最近中國的教育部呢 特別把習近平的著作選讀 列為學生理論學習的一個教材 那很多人說習近平會寫書 有真的有寫 寫的像什麼21世紀的共產主義 等等的寫了很多喔 那這麼多呢 現在呢 麻煩了 為什麼呢 一個元首寫的書 居然要求全國各大學 各級學校 黨部跟幹部活動的時候呢 你在開會 或者是在做任何的事情之前 先把它朗讀一次 這不是過去毛澤東的整個精神 又回來了嗎 那這樣做是對還是錯呢 一定是錯的 為什麼一定是錯的呢 任何的思想就是要越多元越好 我們現場其實等一下有兩位老師 這兩位老師是真正的大學教授 一排簡體字留言罵翻啊 說什麼呢 祝你就是一個小學的異業生臉皮之後 什麼醬字的一個教材 但現在呢 對中國人來說 他不念不行 他不念不行 所以好多人說 哎呀中國好棒棒 中國真的好棒棒嗎 我們再來看喔 中國的發改委居然可以管天管地 發生什麼事呢 最近呢 因為經濟下行 發改委就在昨天 發了這篇文章之後 全世界一看 瘋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佑綺 你今天要辦桌對不對 台灣不是前兩天 那個內門中破塞辦桌嗎 那個超浮誇的菜色 超浮誇對不對 這個辦桌 如果在中國大陸的話 你要被抓起來 這樣為什麼要被抓起來 因為現在已經說了 發改委說參費不可以超過一千五百塊人民幣 折合台幣是六千六百塊 不行 你這樣太奢侈了 然後呢 再來呢 買機票出去旅遊呢 太便宜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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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旅部呢 特別說喔 今年五一勞動 因為再過兩週 就要進入中國五一黃金週 因為他們有三個大家日 五月一號 十月一號跟春節 他們說呢 今年嚴打不合理的低價團 那這個不合理的低價團 很多呢 就會叫你去買東西 然後之前有很多人不買對不對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導遊跟旅客打架 打架 對我去玩 你不能強迫我買東西 你不買東西 你來幹嘛 結果兩邊打架 所以今年特別全國說 不可以辱罵旅客 也不可以強迫購物 那為什麼呢 太丟臉了 這還要規定 這 常常打 真的還常常打 太常常打了 然後現在中國的小粉紅 真的壓力很大 為什麼呢 最近有中國的一些大學生 他們就說什麼呢 他們就說 好多人沒飯吃對不對 教你們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是什麼呢 他們就推廣要占便宜 這個占便宜怎麼樣呢 你去買高鐵的時候呢 特別買那種公餐時間 那什麼是公餐時間呢 後來我去看 中午跟晚上有兩個公餐時間 然後這兩個公餐時間呢 你花了二十九塊人民幣 你去搭高鐵的整個商務艙 對不對 一來午餐你可以拿走 飲料水你拿 然後便宜的那些零食 那些零食我一看 也沒有多高檔的零食 隨便你吃可以吃到飽 那這個推廣出來呢 很多人就說 你好厲害哦 你好聰明哦 這個你都會 但也有人說 大大不可啊 國家未來大學生是我們的棟梁 怎麼可以培養他們那種 佔人家貪小便宜的個性呢 又起如果就我們臺灣來說 這種東西根本沒有人要 為什麼因為我們臺灣夠富裕 那你說這種事情 居然在網路上推廣之後 引起了很大的一個討論 各位這是第一個 最大的問題 其實就在習近平的一個身上 可是習近平呢 書都已經唸不完哦 你還要有習近平的著作選讀哦 所以最近天安門出現這一幕 大家嚇一跳 為什麼呢 天安門目前的紅牆被噴漆 那被噴漆完之後呢 快速就有人趕快出來 趕快出來的時候 前面的字被遮掉了 所以只能看到四個字 後面這四個字是什麼呢 叫必須下台 那誰要必須下台呢 全中國都知道 這個是習近平心知肚明 但現在對中國人來說 中國人現在真的辛苦 為什麼真的辛苦呢 就在今天一個對中國網友 最大的一個辛苦發生了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現在不是很多人沒工作 那很多人沒工作了 他就說那我來當網紅啊 那當網紅真辛苦 他們很多網紅呢 就要被打屁股啊 幹嘛折磨 然後呢 那個斗內啊 一塊錢兩塊錢人民幣 其實跟乞討沒兩樣 你知道嗎 中國大陸有一個非常大的站 叫做Bilibili 我們簡稱叫B站 B站說什麼呢 因為網路收入快速下修 所以目前的整個網路分紅 一口氣要減少百分之八十 過去沒工作還可以當網紅 想不到現在連網紅都要被剝削